各位Android粉絲們,大家好,我是高奔坦高老師 那我繼續來幫你解釋這個Android的架構體系當中 它的FM模式所扮演的角色 那一談到這個Factor,那大家一定會想到的就是工廠 想到的就是工廠 OK 好,那這個工廠就是用來創建對象 所以在這裡我們談到這個Factor,這個字 就會想到的是就是創建這個某個類的這個對象 好,那我們現在就針對如何創建這個應用類 就是屬於App的這個類 好,那我們先回想一下在上一張我們所介紹的這個TN模式 TN模式呢,就是有個Template的函數 好,這個函數是給Client來使用的 好,Client呢,調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再來調用Hook函數 好,那這個Hook函數呢,因為是抽象函數 所以在這裡沒有代碼 所以在這裡沒有代碼 它的代碼呢,它的實現代碼是寫在這裡 實現代碼寫在這裡 所以它在調用它的時候 它會來調用這個子類的這個代碼 OK,那這個就是幫你複習的這個TN模式 好,那我們就基於這個TN模式呢 我們就來想一想 這個抽象類叫做Product 抽象類就是上面 這個叫Product Product呢,有一個這個叫做Template的函數 那它調用了這個Hook函數 它調用了這個基類本身的Hook函數 然後就轉到了這個子類 就Concrete,叫具象的Product 相對的,這叫做抽象的Product 這叫具象的Concrete 就是具象的 好,所以它來調用到這個子類的 的Hook函數 那這裡會遇到一個 稍微複雜難解的問題 就是 那 當它要往下調用的時候 對不對 往下調用的時候 那 需要有對象,才能夠調用 這一個的對象,誰建立的 這是一個難題 第一 因為必須先建立出這一個 Concrete 子類 的對象 才能夠 調用到子類的 這個 Hook函數的代碼 好,你沒有對象 你就調用不到囉 那 現在的問題是 誰來創建這個對象 那 你說 那我們是由機類來創建 有這個機類來創建 有框架 這上面是屬於框架的部分嘛 對不對 我框架要來調用子類 那 那我框架來用子類嘛 似乎是合理囉 但是問題呢 時間點 漏差了 因為 框架設計在先嘛 當我在寫這個設計 鑽寫這個框架的product類的時候 這個跡象的類還沒有存在啊 因為 它是後來 買主來了 之後 才會來寫AP嘛 好 所以 在鑽寫這個框架的 抽象類 就是product 這個時候 還不知道有哪些子類嘛 那麼 這個時候就有欄體啦 我抽象類 就沒辦法去new 子類的對象囉 那麼 到底誰來new 對不對 因此呢 用這個FM模式 這個問題就變簡單囉 所以 有了FM模式 並不是簡化了這個問題本身 而是呢 強化了我們心中 面對複雜問題的能力 因此呢 我們就不會再認為 這個問題 是複雜的 所以 不是我們探討的問題 本身的 有複雜跟不複雜 而是我們心中 覺得它複雜 它就複雜 我們有了FM模式之後 我們有了FM模式之後 不會覺得它複雜 它就不複雜 它就不複雜 就不意 在意 OK 好 那我們現在 就來欣賞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囉 所以我們現在 再把這個client 拉出來 有一個client的class 由這個client的class呢 來new 這一個子類的對象 念完子類的對象之後 再來釣用它 這樣子通啊 會通的 只是 還不是很完美 啊 不是很完美 OK 好 再說明一次 這個client 由這個client 來new 這個子類 由client 來new 這個子類 念完子類之後 由client來釣用 是一個 Temperate的 Messon 它再來釣用它 它再來釣用它 通 會通 好 這是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就是 由client的類 裡頭的一個函數 暫時取一個名字叫 FactoryMessor 來負責誕生 這個子類的 對象 這是可行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代碼 所以在class呢 這是product 這個抽象類 裡頭有一個Temperate的函數 這個Temperate函數來釣用 這個hook Messor 好 那hookMessor 在這裡是一個抽象的函數 它本身呢 是空的 沒有代碼 它的代碼是寫在子類 寫在空盔裡頭 在這裡 這就是hook函數的實現代碼 有沒有 這是hook函數的實現代碼 所以這裡是空的 所以這裡是空的 因此呢 它就轉而調用 這個子類的hook函數囉 那麼在client的部分 由client來new子類的對象 ok 另外 另外 指類的對象 再來調用 這個Temperate的Messor 就調用到 這個product 這個類 的TemperateMessor 好 那這個TemperateMessor呢 就來調用 這個hookMessor hookMessor呢 就來調用到子類的 這個hookMessor 執行裡頭的實現代碼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 這個子類 它就含的是 上邊的部分 例如呢 連concrete的product 可能 都因不同的業主 不同的用戶 而且不同的名稱 因此呢 在client裡頭的 這個fookMessor函數 裡頭這個代碼 也是會變的 因為 這個名稱都會變 所以 FactMessor呢 這個 函數裡頭的代碼 也是上邊的 也就是 它會隨著 應用 類的名稱 只變而變 於是呢 於是呢 我們就 基於變跟不變的分離原則 將client類裡頭的 變與不變 把它分出來 把它分成 負類 跟子類 因此 就得到了 這個 四人幫 的這個 FM模式囉 好 那我們就 把它分開來 好 這一個部分會變 好 這一個部分 好 這個部分會變 這一個 好 所以呢 就把它放在子類 好 那這個 FactMessor的名稱 好 是不變的 內部這裡是因為 它變 所以它也變 所以 這是會變的部分 歸到子類 不會變的部分 歸到負類 因此呢 這兩個部分 合起來 就變成我們的 框架的內涵囉 這個部分呢 合起來 就變成 App的內涵囉 好 那 這就是 變不變 對可愛的 變不變 加以 分離 分離 所以我們用文字上來做個解釋 在這裡頭 有兩個 卡榫函數 有沒有看得到 這裡 這一個 FactMessor 本身就是一個 卡榫函數 這個Hook函數呢 也是 卡榫函數 所以呢 在這個圖當中 有兩個 這一個 卡榫函數 一個叫 FactMessor 一個 HookMessor 其中 FactMessor 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就是 創建 子類的 對象 就是這邊 他的任務 就只有一個 new 這一個 concrete product 的對象 就是 他的一個任務 這個時候 crine類就變成 抽象類囉 就可以放進去 F裡頭 框架裡頭 一旦放進去 框架裡頭 好呢 對不對 我們就必須把 這一個 new concrete 寫在他的 子類 因為 concrete client 跟product client 都是 軌道 這是應用 你看 這兩個 都軌道 app了 都軌道app ok 好 所以在寫這個 concrete client 的時候 在寫這個 concrete client 的時候 就是寫這個類的時候 時間點跟它是一樣的 都是app開發的時候 所以在寫它的時候 這個名字已經知道了 所以寫的 concrete product 是合理的 所以 new 把這個代碼 寫在 這顆案內裡 都是合理的 因此呢 我們就 將上述的這個代碼 再改寫囉 好 這個時候呢 product 沒改變 還是一個 template method 來調用 fook method 它調用 抽象函數 抽象函數是空的 所以 調用 這個 子類 的 代碼 cline呢 也 一個抽象的cline類 這cline類呢 它是先調用 自己的 hook 函數 這個 fact measure呢 其實 就是一個 hook函數 它來調用 自己的hook函數 ok 好 然後呢 這個hook函數呢 它就來 調用到 子類的 hook函數的 代碼 在這裡就把 product的子類 把它 拼起來了 把它拼起來了 ok 拼好了之後 把它 存在 這個object裡頭 存在 這個object裡頭 對不對 好 拼好了之後 就可以 調用它了 好 就可以 所以 啊 來 調用它的 啊 new 這個 concrete cline 然後呢 就可以 扣它 ok 就可以扣它 扣它呢 就扣到了 啊 它 就是說 啊 裡面 扣它的時候 先調用自己的 hook函數 先去把product 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就可以調用它的 template 的 method ok 就在這裡 好 當它在 new 這一個concrete的 這個時候 扣完了 這一個client 這是newclient咯 它不是new product咯 是client的指類 才new product 這個z面是用來new client的 new完之後 就可以調用它 調用這個 complete client 結果調用到的是 這個 client 抽象client的 這個 函數 調用它 函數的時候 首先 去把product new起來 new起來之後 就可以調用 它的 template 的函數了 ok 這就是 代碼 是這個樣子 所以client類裡頭的 an operation 它其實呢 也就是一個template 的函數 就是joclient的 角度來講 這個 joclient的角度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template 的 method template method 來調用hook method 有沒有看出來 這是一個template 的函數 調用hook 函數 所以 這裡雖然沒有寫template 的函數 但是 我們要能夠看得出來 其實 這就是一個template 的 method pattern 好 只是名字 換了一個名字 因為 它是 這個麒麟是相對於 這個product 對不對 但是它的本質上 你要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template 的 method OK 所以 在client裡頭的 un operation 它本身就是一個template 的 這個 函數 而factor method 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 卡榫 函數 OK 能夠看得出來 所以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template method 的 pattern 只是呢 這個名字 讓你看不出來 而已啦 所以 它封裝的管理 創建這個 對象 會變的部分 好 就是屬於 子類 所以丟到子類啦 所以 pattern 跟client 因為它已經把 創建這個對象 放在子類啦 所以 pattern的client 都變成 都是不變的部分 因此呢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框架囉 所以這就是框架囉 好 這邊有factor method pattern 這裡有template method 有factor method 那這個就變成框架的部分囉 好 對不對 事實上 這邊還有一個 on operation 還有一個 ok 還有一個 operation 在這裡 按operation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一個 factor method 好 那這就表達了這個 框架設計者的意圖囉 當這個 app執行的時候 client類 就 反向的調用 它自己的 這個factor method 叫做factor method 調用到它自己的 指類 來創建一個product 的一個 對象 然後呢 就調用 這個product類的template method 再來 反向調用到 factor method 這剛剛已經說明了 所以 從上圖可以看到一個 美好的架構 也可以看到它在這個框架 裡頭那 的一個設計的 一個方法 可以體會到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一個框架 可以配合 不同的 應用類 所以呢 我們就把product 換成一個新的類 在這裡 一個product 那 創建一個子類 那這個 剛剛 有的叫做 concrete product 這是concrete product 現在這邊的子類 可以不斷的 越來越多 同樣的 啊 這一邊 也可以 對應的 啊 這一個 現在是 啊 這一個負責 任他 對不對 這負責任他 那這一個 來負責任他 OK 啊 負責任他 再來有第三個 他也是 他來 這邊再產生另外一個 這邊來任他 因此呢 這邊 可以不斷的成長 這邊也可以不斷的成長 但是 框架 都是一個 啊 框架是一個 大家共用的 所以 他是因為 不會因用戶而變 這個 這個是因用戶而變 這個 用戶1 就給他一個配對 用戶2 給他一個配對 放在他的AP裡頭 用戶3 給他一個配對 OK 就放在他的AP 所以呢 Android的框架 可以搭配 這個 呈現上萬 甚至上百萬個AP 就是這樣來的 OK 所以 從上面的圖 可以發現 這個框架裡頭的 Cline 跟Parta 是穩定的 不會因為 應用 就是用戶 跟買主的不同 而改變 這發揮的應用框架的 穩能 好 他確保了 不變的抽象類 可以隨時跟 善變的 應用類 所搭配 組合出 這個 形形色色 各式各樣的 應用軟件 即使未來 你要把這個改成 改了名稱 要把Integer Number 改成名稱 我們也只需要 更改這個 紫類裡頭的 這個 就可以了 因此呢 就不影響到 這個框架 也不會影響到 別的應用 所以呢 不會產生 千億法 動全身的 一個 糟糕的情形 OK 所以呢 你來看一下 我們 把這個 Integer類 把它 實現了 就變成 這個樣子 囉 同樣的 也是 框架先寫 OK 所以 Product 沒有改變 FookMessor 他扣他 他扣他 也沒改變 Cline 有一個 Temporary的Messor 叫做 Unoperation 然後 他來扣他 他來扣 Fook函數 再往 再往 指類扣 這邊再往 指類扣 再來 調用 這邊的 TemporaryMessor 這個 框架部分 都沒改變 但是 我們 創建一個新的 新的 這個 就是 App 就是 App的部分 創建一個 Integer Number 所以 實現了 FookMessor 好 那這邊的 Client 其實實現了 一個 FookMessor 就叫FactMessor 由他來 New 這個Integer 所以 這邊的名稱 是他用戶來的 才取的名稱 這邊 就寫 這兩個 都是AP 所以他變了 他也變 沒問題 沒問題 這是合理的 OK 好 從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就 輕易的 這個 組裝出一個 新的軟件 也就是 框架 配上了 Integer 這個 新的 應用類 OK 那 他有一個 這個 Client類 剛剛說明過了 這個 Client類呢 有一個特殊的 Temperate的 這一個 函數 就是這一個 他扣 這一個 Fook函數 他扣過來 所以這個 本身 這裡本身 就是一個 TN 模式 其中 An Operation 就是一個 Temperate的 函數 而Factor Messer 就是一個 Custom 函數 那 這樣的 就是 Gun of 4 四人幫裡頭的 一個 很有名的 模式 叫做 Factor 這個 Messer Pattern 他的圖呢 這就是 Gun of 4 這本書 的 這個標準圖 就是 這一邊 Product Concrete Product 其實這邊 有Temperate Messer 有Fook Messer 這邊 有Fook Messer OK 那他特別強調的 就是 這邊有一個 An Operation 這是一個 Temperate Messer 然後呢 他會 調用它 那麼 他再來 調用它 OK 所以 在強調的 就叫做一個 Create 就Create它 其實 兩邊都是Temperate Messer Pattern 兩個Temperate Messer Pattern 構成一個 大的 一個 比較大的 Factor Messer Pattern OK 所以你這裡 你也了解了 這一個 這一個Pattern的組合 OK 好 那在這個例子當中 你發現到 真正的Client 已經變成在這邊咯 好 他創建了 這一個 Concrete的 Client的 子類 然後呢 再來調用 這一個 Client的 An Operation 然後 反向的 來 調用 到 這一個 Product 就是在講 它 它是透過 它 來創建 它 所以Client 變成在這邊的 J-Man 本來J-Man 就是要找它嘛 現在J-Man 透過它 來創建 它 OK 這來講的 這隻 這個間接的 來 來 調用到 Product的 函數 所以這裡是 表面上看起來 多了這個 Creator的 副子類 就是多了這一個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 本來 這個J-Man 直接用它 就可以了嘛 現在是 多了這兩個 多了這兩個 看起來是 多此一集 對不對 多此一集 但是 設計模式的奧妙 跟美感 就在其中 如果心中沒有 這個設計模式 看到上面的 這一個 就會覺得 多此一集 就是說 當我們心中 沒有這一個 設計模式 在心中的時候 我們很難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 吹毛求刺 這是 脫褲子晃屁 就是多此一集 但是 當我們 心中有這個 Fact Mesa Pattern的概念 這個 在心中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了解 哇 這個東西 唯用大意啊 對不對 所以 這是 非常美好的 而不是 多此一集咯 這就是 心中 懷者設計模式 你就會覺得 這是簡單 有序的 那麼 如果 沒有設計模式 你會 看不懂它 你會覺得它 多此一集 所以 當我們 心中有了 Pattern 會覺得 外界的世界 就是說 Android的框架 是簡單 有序 楚楚 動人的 這個時候 你就會 領悟到 設計模式背後的 美感咯 啊 美感咯 所以 創建對象的過程 是複雜的 把這個複雜的 寫入 這個 Create 抽象類 它就大幅的簡化 這個 複雜度 OK 這複雜度 好 就是它是複雜 但是 不會隨著用語而變 因此 就可以把複雜的部分 寫進去 框架裡頭 因此呢 大幅度的 簡化了 這個 AP 類的複雜性 所以 在Android的平台裡頭呢 有時候 啊 經常要創建 一個遠距 就是跨進程的對象 也就是說 這個 A進程 啊 的 要去創建 另外一個進程的對象 啊 這是跨進程的 叫做IPC 啊 跨進程的 那 這個 經過複雜接口的轉換 工作也是複雜的 但是 我們 啊 會把這個複雜 但是不便 的部分 把它放到框架裡頭 因此呢 讓AP開發者 會很簡單 啊 掌握的 簡單的 之類 就可以 操縱 就可以 應用 複雜的 框架的邏輯 因此呢 我們就 心中就不會覺得 框架是複雜的 會覺得 框架是 簡單而美的 啊 所以我這邊特別 在強調 是我們 感覺到 Android 框架是 簡而美 事實上 Android的框架 是複雜的 啊 複雜的 啊 就像說 啊 一支集裝箱 集裝箱的內部 複雜 但是因為 包裝的很好 把複雜 包裝在 簡單的 這個 啊 這個結構裡頭 因此呢 得到 簡而美 但是 我們會說 集裝箱的內部 是複雜的 但是我們又說 集裝箱 是簡而美 那這個就是 很重要的地方咯 是因為 我們心中覺得 Android框架 不複雜 而不是 Android框架 不複雜 OK 那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 來談 為什麼我們要來 介紹 設計模式的原因 希望 你心中 有了設計模式之後 就會覺得 Android框架 非常有美感 處處動人 非常可愛 OK 好 那我就到這裡 我們再 先休息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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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